在家就能做出这么美味的手抓羊排 来看看我们怎么做的吧 大家好,我是阿慧 今天买了羊排 我们来做手抓羊排 洗把羊排清洗一下 羊排比较干净 我洗了两遍 洗净的羊排沥水备用 冷水下锅 加一大块拍扁的姜 我们加入大葱 花椒 一把 水煮开之后 表面慢慢有了一些浮沫 我们用铲子轻推 让浮沫更多的浮上来 然后用蜜碗把浮沫全部捞出来 留下清滩 盖上锅盖 焖煮35分钟 好了,时间到了 哇,太香了 用筷子轻轻一扎 就能穿透 表明羊肉已经熟了 把羊排骨捞出来 放到盘中 好了,煮熟的羊排骨 放到一盘备用 现在我们先把汤处理一下 加入一把葱 一把香菜 适量的白胡椒粉 三克食用盐 一勺鸡精 白砂糖一勺 把汤倒进去 哇,奶白奶白的汤 按照我的做法 按照我的做法 又有羊汤喝 又有羊肉吃 一举两得 锅中倒入食用油 现在我们来处理羊排 入一下锅 放入适量的姜片 把羊排倒进去 倒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把底下的水倒进去 加入一把花椒 香叶三片 炒火一个 用铲子翻拌 让其受热均匀 然后放入香菜头 大葱和小葱 来增香增色 继续翻拌 让油充分的 把这些香料的味道 融合在羊肉里去 然后加入洋葱 继续翻炒 再加入干辣椒 待羊排组织 微微浇缓 把油沥出 这些油沥出来 可以用来炒菜 特别的香 放入后 我们来调味 加入适量的 孜然烧烤料 均匀地撒在上面 加13香 均匀地撒在表面 少量的味浇盐粉 再加入熟的白芝麻 增香增色 再加入烤肉蘸料 翻拌均匀 最后加入黄飞红 有花生又有辣椒 又香又好看 再来一把香菜 翻匀之后 哇 是不是特别的好看 有食欲 这样我们的手抓羊排就完成了 实在是太香了 朋友们 有食欲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一个免费的赞 感谢你的支持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感谢你的支持 我是阿慧 您的支持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